中文字幕提供 八角参謀站的風鈴都放在這裡 即時看著 我們主要的八角参謀站 2017年對我來說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天鴿 我們近年很多熱帶汽船 都是在香港東邊登陸 今次天鴿 就是在南邊60公里左右 而且最近的潮值會最高 對香港影響大很多 如果天鴿再走近 不用多走近20公里 風暴潮已經可以高於當年的溫代 整晚基本上都沒有休息過 擔心風暴潮會不會對香港 真的會帶來一些人命的傷亡 最後就是大澳有水浸 然後澳門就很厲害 這個就是8月23日天鴿 當時我要掛10號風球 先要填好這張表格 簽完名之後 台長要入文碼才可以送出去 這個就是正式發出那個訊息 接著就去到各大傳媒 電視台、電台 香港不是永遠都是福地 全球暖化 是不斷地加深的 而且熱帶氣旋 都有機會比起以前更加強 極端天氣 說來就要來 我們作為一個在海岸的城市 更加容易受到全球暖化 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所以我們一定要傍晚未現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